创意理财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整个大盘呢 今天是不是涨一百多点 是不是如果我们上礼拜所讲的 方向向上 那今天往上大涨呢 是不是也突破了上一次的缺口 那今天要注意什么 除了第一个以外呢 今天跳空突破缺口 第二个你要注意成交量 今天一千三百多亿 之前都是多少 上礼拜都是一千一百亿 一千两百亿嘛 那今天量能增加 大涨一百多点 温和的增加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很 很标准的一个多头架构 那外资呢 也变成买超一百二十三亿嘛 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谈 外资老是卖一些全职股 然后在欺骗你 但是他默默的 再买进一些 第一季成长的 会上涨的股票 比如说维生 二三亿的车用电子维生 外资就买不少嘛 他今天呢 一百二十三亿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要看的是什么 第一个突破缺口 第二个成交量放大 这是好事情嘛 第三个外资变成一百二十三亿了嘛 这样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多头 他是突破缺口啦 他是往上走了 我说重点在哪里 在持股绩效嘛 定力百为生 他就已经大涨了 胜利也涨停 顺德也涨停 那涉上两股票呢 会员的持股 我跟大家怎么谈 我说这三档 都是车用电子嘛 车用电子包括自驾车系统 AI人工智慧 这些呢都是今年第一季 上半年甚至一整年的明星产业 定力百为业没去的时候 我的胜利已经涨停了嘛 顺德也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什么 上冲下洗 你才知道谁是高手嘛 我不止今天讲哦 这是三位切齐 这也没去哦 那时候就在跟大家谈 维生 顺德胜利 今天掌上来了 是不是印证了 那你说我会员能不能赚钱 这个状案啊 即将结束哦 实际不会太久 我跟他保证不会超过这个礼拜 那你上礼拜来加入的 你说能不能赚到钱 那现在明确往上走了 还有人在看空吗 那你手中持股呢 你的竞效怎么样 你有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的股票吗 还是一大堆手中一大堆浪股 那你的持股细效好不好 你要不要换股操作 我说呢 即将结束 即将结束 搞不好最近这一两天 我们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有限额 事后都证明了嘛 包括之前一直跟大家谈到的 维生对不对 那时候都还没上去 现在已经来到这里了嘛 这里几乎一整个月 二月都在讲维生 量缩了你要不要买 今天维生去到哪里 从这里啊 已经来到这里了嘛 它是不是一个头肩底架构 我二月份天天在跟你讲 你一直以为这里是头部 外资老是使用诈述欺骗你 它现货一路卖 让你不敢买 可是呢 外资它一直在卡位这种 中小型的成长股 现在呢 是印证了 一个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头肩底架构的标准走势是怎么样 量出来 比以前的量 这是下跌的量 这是上涨的量 它是比这边多了 所以这一个架构底部出来了嘛 那压回这也是右肩 那右肩刚好碰到股灾 二月份重挫 稻穷连续两次跌一千点 可是很奇怪 维生呢 二月份在这里 它却是往上走 重点是什么 我一直谈 它在做最后洗盘 它正的大盘跌的时候 它正的大盘跌的时候 在这里做最后洗盘 它是冲上去了 价格三百二十几 今天四百二十几了嘛 能不能赚到钱 如果你手中拥有这一档股票 赚了差不多一百块 你会怎么操作 你会不会减码 还是出清 我们今天呢 选择减码在这个地方 开高的时候 9.06分 获利减码 赚多少 一百块 买一张 赚十万块 当你一路的在担心 当你一路的在担心 大盘做投 你一路抱着一堆 不会涨了股票 可是这一辆股票 上礼拜就已经赚了一百块了嘛 我们今天实现获利减码一半 那为什么减码一半 因为外资到目前为止呢 它的持股筹码仍然相当稳定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外资买很多 这里呢 这两天涨停涨停 外资也买一大堆 所以我们这里只是做减码 因为后市呢 外资买这么多 它并没有出 因为今天还是量缩的 所以我们实现获利一百块 减码一半 剩下的我们续报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一档股票 我们是赢定了嘛 我们是稳赢了 今天大拨是不是起来 还有人在错空吗 从去年到今年 我每次讲的都是同样 这一张纸 专注在每一个阶段 去寻找可以低档卡位的波段股 中小型股 专注在每一个阶段 去寻找可以低档卡位的波段股 一百块对不对 因为资金行情没有改变嘛 你看到外资汇出了没有 没有嘛 那资金行情没有改变 它就一直在这里寻找股票 寻找标的 所以重点是每一个阶段 什么叫每一个阶段 我给大家看 这个阶段就是维生对不对 你在12月它就不是维生嘛 12月你应该卡位其他股票嘛 那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股票 2月份我们是不是违生 这样是不是一百块 这样算不上波段 成长股它会轮展嘛 今天好买就好买嘛 那你说有没有大跌 也没有啊今天收收的时候还是是一六点五嘛 看一百块 那这一档呢 我们给大家看 我一直跟大家谈呢 我们的持股 每一种会员 手中股票呢 都是一档到四档 绝对不会超过四档 那好的股票呢 往上走的时候 涨的时候呢 新会员没有加入 没有介入来不及的话 我们也会买其他的股票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稍微公布一下 这是适用在星期一 上礼拜五写了 四档股票 这一组会员 维生 环球金 中美金 新唐 是全部大涨 你今天有贪到钱吗 维生今天呢 减码一半赚一百块 中美金有没有大涨 上礼拜四礼拜五还跟你谈中美金可以买 它连续涨两天 环球金有没有大涨 新唐有没有往上走 这些股票 尤其是环球金 中美金 这些股票呢 走势都相当的稳定 它非常非常的适合 大资金的操作 你手中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非常适合这一类的股票 因为这一类的股票呢 走势呢 相当的笃定 能不能赚钱 全部没钱嘛 对吧 我说我们这个状案随时会结束 随时会结束 搞不好这一两天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有限额的 操作不顺利的 不晓得买什么股票的 跟着我操作 我带你进场 休息一下 望望三六五 消费满五千 想六五折 请洽全省各大百货 应答作不顾 吴老师 感恩大回贿 一年只要六万八千八 只要六万八千八 即将结案 尽情把握 祝福再见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欢迎回到现场 我常常讲 千金难买 早知道 对不对 今天晚上走了 这个缺口突破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地方 它会进行一个震荡 我不认为 它会马上往上创新高 它会在这里震荡 震荡的时候 它又是个股表现 那我们之前涨的股票 我们随时会做调节 再换股晚季 那我希望你操作不顺利的 你把握机会好 这方案随时都会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往上走 大家记住上礼拜 我用外资 在期货选业前的布局 这是外资的买卖超 这是它期货的未平仓口数 这是大盘的涨跌 这是外资 这是法人指标 在这一天开始 由中信偏多 这一天是关键 这一天是什么 是上礼拜二 3月6号 这天一路偏多 那你会认为 外资选择钱偏空 对不对 它现货也没有买很多 那为什么法人会偏多 我常常讲 如果你做股票 你只看外资在现货的买卖超 你整个只看一个地方 你常常会判断错误 外资也常常用这个来欺骗你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 这里会偏多 因为八大光股行库 它是做多的 因为前十大交易人是做多的 这些包括自营商 它足以抵消到外资 骗空的部分 前十大交易人包括什么 包括很多受险机构 以前受险机构很多资金 都停留在海外 可是台币一路的升值 一路的赔钱 逼迫一些受险资金 会回国内 那会回国内要做什么 它就是买股票 所以前十大交易人 你也要看 八大光股行库 最近政府包括劳退基金 劳退基金凭什么去年赚那么多钱 因为每次跌的时候 大家都去买 这两个 再加上自营商 它这些弥补掉 外资偏空的部分 何况外资 它只是一个假象 我说过 像维生 像胜利 像顺德这一类的股票 外资都是偏多的 关键在哪里 这一天三月六号 这里法然指标偏多了 三月六号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怎么谈 之前这里盘局嘛 那接下来呢 你的持股绩效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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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冲下行 你才知道谁是高手嘛 我用股票 事先讲 来做印证 对不对 这个方案随时会结束哦 不会超过这个礼拜 我保证 那今天来讲呢 我们给大家看 这是今天 这是上礼拜 今天呢 外资买超123亿 外资在期货的未平仓呢 增加了2200口 大盘涨137点 外资在选择田 本来偏空 现在是中信了 选择田中信 现货买超 期货买超 对不对 自营商也偏多 八大光谷行货也偏多 十大交易人也偏多 所以呢 法人指标是加码的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一直没跟上脚步的话 你怎么赚钱 期货从3月6号这里 到现在一路往上走了 下降压力心也突破 对不对 它未来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震荡整理 这里方向往上走了 那期货该怎么操作 那个股呢 我们看一下 我常常讲操作个股 你要看OTC OTC目前涨到这里了 那STAR指数 创新高 会半指数再创新高 电子股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电子股 它往上 它也还有没有空间 再看一遍 电子股在这里 会半指数已经创新高了 那STAR指数今天也创新高 所以我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重心 重心在电子股 你怎么样去卡位 你怎么样去赚钱 包括之前我跟大家谈到的 顺德 车用电子对不对 顺德 维生 胜利 都是车用电子 道琼跌1000点 1000点 它刚好最后洗盘往上拉 这个地方我提醒你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也提醒你 它现在来到这里了 我再度提醒你 我说它还是会往上走 这一段对不对 那这里能不能买 要不要买 要不要帮我抬轿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我讲的是一个成长股 低档卡位 拉回买跌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去追 那很简单 你跟着我操作 我上礼拜跟大家谈到过 错过了维生以后 我说这一档股票 它现行跟顺德很相似 但不是 走肩右肩 不是 它现在已经涨这里了 它已经从这里涨上去了 还来了急 因为它涨还会再创新高 操作不顺利的 你把握机会 你把电话拨通 如果你错过像维生 这一类的股票 把握机会 趁现在我们推出专案 对你特别的有利 我们即将结束 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 我们即将结案 尽情把握 出国推线 您按278109009 278109009 轴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脑头部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欢迎回到现场 我用这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外资每次在现货 他只要大卖超 投资人都不敢买 他每一次计量都得逞 对不对 你看外资卖最多的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目前涨到这里了 那你说外资是呆子 他每一次都赔钱 每一次都杀低 今天买超123亿 每一次都杀低 每一次都追高 每一次都杀低 每一次都追高 那有可能 我说你不能只看现货 像今天来讲 外资现货买超了 对不对 他让你看到了 123亿 他为什么上礼拜一直在卖超 他为什么今天那么大方的 买那么多让你看到 因为他决定要走了 他不再掩饰自己的企图 对不对 包括期货 未平仓也增加了 大盘也涨了 选择金也偏多了 那你说这个地方 你还在等什么 但是你随便买股票 你不一定会贪钱 因为重点是在个股 对不对 我说我每一种会员 手中持股 一档到四档 绝对不会超过四档 这一组会员 卫生环球厅 中北京新唐 今天全部大涨 你今天赚了钱没有 我们再看一下顺德 这个地方有没有跟大家谈 这顺德嘛 二月啊 道琼跌一千点 吓死人 对不对 这支也是顺德 价位在这里嘛 这个也是顺德 后来顺德是往上走 他是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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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低档卡位 往上走 他会不会再往上创新高 我说你等着看嘛 这个叫低档 足底的股票 对不对 那另外胜利这一档股票 也是一样 他也是往上走嘛 那这三档呢 我上礼拜跟大家谈 跟顺德 胜利维生 这三档 都是车用电子 车用电子在今年第一季 相当的夯 那另外呢 我跟大家谈 今天维生 赚一百块 为什么不出清 只减码 你有没有看到 法人买这么多 法人二月也买 越买越多 那是到金字塔 他是往上越买越多 那你说这一档股票呢 还有没有后市 就是因为这样 如果是你 一百块 你要出清还是减码 我选择减码嘛 但是我一百块呢 先落袋为安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两天整理 他也是量缩整理嘛 那外资的筹码 也没有乱掉 没有乱掉嘛 所以这档股票呢 是很笃定的 赚了钱 筹码面没有问题嘛 基本面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技术面的切入点 这些都是切入点嘛 那未来 我认为他还会持续涨 那要不要追价 你自己去考量 不是要不要跟我 抬轿的问题 而是我已经低档卡位 撞波段了 法人来抬轿嘛 我说这个才是本事 对不对 你要有本事买进 让法人来帮你抬轿 你坐轿 每一个阶段 你要去专注去寻找 哪些股票可以低档卡位了嘛 包括我刚刚讲的顺德 包括维生 我12月一直讲车用电子 对不对 其实名牌都在这个地方 一百块嘛 这就是汇汇的价值 我已经实现获利 对不对 那类似这种股票 我也谈到这一档股票 它今天已经往上走了嘛 足底对不对 它还会创新高 我们一档一档操作 大盘已经很明确要往上走了 如果你操作不顺利的 把电话拨通 感恩688 装案 随时会结束 绝对不会超过这一个礼拜 搞不好这一两天就结束了 我带你卡位 带你布局 把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清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